《西伯来书6章9节》 然后我就想说 《西伯来书6章9节》到底在说什么 我就开始去想 《西伯来书6章》在讲什么 我还没有去查圣经 我不敢查 然后我就在想说 《西伯来书6章9节》在讲 我突然一下吓一跳 我说糟糕了 《西伯来书6章》不就是很严厉的一章吗 是几乎我可以讲是整本圣经里面 是最严厉的一章 6月1号 那天做了一个梦 然后我梦到我在跟一群人在讲道 跟他们讲道 然后我梦到我背后有一个黑板 然后我自己就在黑板上就写了 H-E-B 就是《西伯来书6》 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台下的人就对我就讲了 六章九节 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就写 H-E-B 所以这个梦其实很告诉我一件事 就是说其实我是那个讲道的人 可是呢 这个经文却不是我预备的 是底下的人喊给我听 然后我写上去 然后我就很 后来我就醒过来之后 我就这个印象就很深刻 然后我就想说 哎呦 《西伯来书6章9节》到底在说什么 我就开始去想 《西伯来书6章》在讲什么 我还没有去查圣经 我不敢查 然后我就在想 《西伯来书6章9节》在讲 我突然一下吓一跳 我说哎呀糟糕了 《西伯来书6章》不就是很严厉的一章吗 是几乎啦 我可以讲是整本圣经里面 是最严厉的一章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 那讲的不就是我吗 然后呢 他说如果离弃了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 因为他们就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这个讲的是圣灵 然后生长菜书 合乎耕种的人 也从神得福 就是像我 也是很被神蒙福的 但是如果长出荆棘和吉林 就被被弃近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哇 好恐怖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那天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说 哇 到底六章九节在说什么的时候 我想到的其实是六章的一到八节 是很恐怖的经文 我吓坏了 所以我不太敢去翻圣经你知道吗 结果后来我就终于鼓起勇气把圣经打开 结果一搬到第九节我就哭了 他说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随时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得爱心 就是先前赐过神徒 如今还是赐后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怀怎么要向凡那些 凭着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所以我 我后来那天我就跟张伟分享 我说这一阵子 真的自己很退后 那我觉得神给我这个六章九节 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他让我知道 神对我的警告是很严厉的 因为他讲说 他讲说神 他说你的行为神还是记得 你的行为其实是近乎得救 不是说你已经得救 不是已经得救 是近乎得救 他说神也纪念你 你曾经做过的一些好的行为 神并非不公义 会忘记 但是你也要小心 你如果在这样子退后跌倒 你可能就会像这个 像这个要被焚烧的荆棘一样 我觉得神也给我很深的警告 那我也跟张伟说 我们的神 我说祂真的很慈爱很怜悯 祂不是在我的梦里面给我六章 一到八节里面的任何一节 我想我大概没有办法承受 祂给了我是六章九节 因为当我后来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一看他第一节讲的是亲爱的弟兄 我说我们的神好怜悯 好宽大 所以我要讲的是 就从六月一号那天开始 我就不敢再给自己任何的借口 去落入任何的软弱 或者上瘾 任何的这种退缩的浪费时间 其实很多时候我要讲 我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软弱 我常会给自己借口说 这个也不妨碍别人 也不那个 这个我自己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次神告诉我说 其实重点不是你有没有伤害别人 或者怎么样 而是重点是 你失去了你的命定 神给你呼召的事情 你没有去完成 所以我觉得很好 感谢主 那我觉得我也就苏醒过来 苏醒过来